带着人去了 还是没能改变 监控下那顶闪着微弱光源的帐篷依旧还在 暗中的亡命暴徒一个个虎视眈眈 雷行无语的跟苏涛说 迷雾的女儿跟他一样决 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女 苏涛问 迷雾现在什么情况 雷行耸奸 还是什么都不说 并且坚信谭永会找人来救他 要是他知道谭永不仅没打算救他 他唯一的女儿还被逼得以身换腹 不知做何感想 对了他还痛骂我 说我黑吃黑 下作没底线 一边答应老战的合作 一边又投靠你 哈哈把他差点气死 苏涛又问 你觉得迷雾真如何 还行 就是太耿直了 总以为默示有真情 但话又说回来 这种人挺可靠的 是能做兄弟的人 谭永这回算是含了手底下所有人的心了 苏涛说 被当弃子了 迷雾也算是没啥大用了 继续关着吧 一时半会 我也想不到怎么处理他 次日 也就是七月的最后一天 管家婆钱荣荣拿着工资表 来找苏涛汇报 桃子姐姐 咱们这一月人工薪酬支出 你看下 苏涛大带浏览了一下 一共是23万多 虽然不是小数目 但还是手一回批了 并且嘱咐钱荣荣 在今天下班之前就发放下去 让大家过个好周末 随后他又查看了下工资女额 除掉他这两天建造办公楼和发工资的支出 居然还有113万联邦币 追溯收入来源 发现光是盘柳山7月就创收了128万 这其中包括旅店房费 燃油水费 停车费和餐饮 盘柳山真是大钱袋子 桃阳的种植员这一月也表现不错 刚起步就有了30万的营收 苏涛看着不断增加的收益 淡尽十足 照着这个收入趋势 升LV6值日可待了 这么一想 他动力满满的继续建造起办公楼的第三层 一旦整个桃里楼建成 就能容纳80-100人同时办公 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不用操心办公区的建设问题了 晚上8点 苏涛结束今天的搬转任务 刚回到房间 就接到了石子静明天早上回东阳的消息 不仅要回来了 还抓到了卖资料的进化异能者 找回了被卖掉的研究成果 把河康基地的科研损失降到了最低 河康基地的基地长为了表达感谢 要亲自将石子静一行人送回来 顺便短住两三天 跟东阳建立友好关系 为此 裴东还给苏涛打去电话 想从他这里买一些家电家具 把东阳的招待所升级一下 苏涛一口答应 他明早就到了 那你现在开车来接我去招待所 我亲自过去 不只要快一些 省得你们还得从陶阳拖家具过去 半小时后 苏涛坐上裴东的车 裴姐 外面形势盛世不太好 你好像比我上次见你 憔悴了很多 裴东单手掌握方向盘 单手揉了下眉心 很不乐观 净化丧失的数量越来越多 东阳还算好的 就丢了几个边缘区域 重要的内城区还是安然无恙的 像是我们旁边的云舱基地 防御线已经崩溃一半了 大量的人口逃向东阳 我们人口压力已经很重了 没法接纳他们 就在外面城外 死了很多人 我们刚建起来没多久的护城墙上 都是鲜血 墙下都是残骸 苏涛听得心惊 每次听说外面的情况 他都觉得自己 每天生活在另外一个时空 跟整个末世是那么的格格不入 要是他手里有足够的金钱和金盒 让陶阳更加壮大 苏涛抿名嘴问道 裴姐 有什么方法能快速获得 净化丧失的金盒 裴东回头看了他一眼 没有快速的方法 都是拼杀出来的 除非你专门雇人去给你收集 但这么危险的事情 不一定有人接 就算有人接了 回报率估计也很低 苏涛想想也是 又问道能买卖或者交换吗 裴东说 小半年前或许这个方法行得通 但你知道 核康基地的研究成果是什么吗 金盒里的能量可以使异能者进化 你身边的林芳芝就是个例子 效果你也看到了 几乎是质的变化 研究成果和资料已经送往长津了 最迟下个月底 全世界都会知道这个消息 你觉得到时候 还会有人愿意拿出来买卖吗 苏涛愁场百节 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打算是一下这两种办法 雇佣和买卖 不然等他把空地建到完了 发展也得受阻了 到了招待所 裴东把里面的工作人员全部清空 陈旧的家具也都让人搬走了 让苏涛自由施展 桃子 你看得不止吧 也不白让你忙活一趟 老手掌知道 关子宁上前线 没人保护你后 让我从今年东阳军校里 选人给你用 都是异能者 到时候你自己看资料挑人吧 怕我给你选 不和你演员 苏涛睁大眼睛 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 立马笑竹颜开 谢谢裴姐 谢谢老手掌 我改天上门去老手掌家扮会 裴东浅笑 好 开始吧 大建造师 苏涛高高兴兴地开启系统 按照招待所不同房间的规格 配备了单双人床 床头柜 衣柜 沙发茶几柜台等 甚至还给每层装的中央空调 全部安置好后 嘱咐裴东说 这里不是我的地盘 所有需要电 需要水的软装家具 都需要你们另外找人接线 和通水管道 不然是无法使用的 裴东早就准备好了 让水电工带着工具进入 有条不紊的忙活起来 苏涛最后又添了些小东西 才勉强满意 有些不尽人意 但比之前体面多了 裴东无奈笑道 已经很好了 不能跟陶阳比 我敢说南方几大基地的招待所 都没我们眼前的这个好 家具什么都是新 等通好水电 也算是个小陶阳了 不瞒你说 和康基地比我们东阳发展的好 条件也比我们好上一些 这次他们来 老手长是有心合作的 所以招待所才特意 让我来找你弄得好一些 苏涛一听 来了精神 从自己的小提包里 拿出一件矿泉水 和各色饮料汽水 甚至还有酒水 小提包当然不够装 都是从临方之空间直接拿的 这时候就体会到 异能进化后的方便了 苏涛豪气的说 裴姐 你们就在前台放一台冰箱 把里面塞满酒水饮料 等和康的人来了 让他们开冰箱自己选 绝对能唬住他们 这些饮料酒水 在陶阳还是很常见的 价格也不算昂贵 贵一点汽水 最多二百联邦必顶天了 好一点酒水 五百毫升一瓶的 也就一千到五千不等 陶阳的租客 从开始的震惊 到后来 饭后来一瓶都养成习惯了 所以苏涛拿出来 白送给招待所也都不心疼 裴东看着这些饮料酒水 笑道 他来老手长这次的事 托你的福 会好办很多 时间也不早 我送你回去吧 明天下午会的早上 我来接你去选人 苏涛期待地问 这人给我用多久呢 他还是想要个 长久的异能者贴身保护的 裴东笑道 既然人给你了 就没有要回去的道理 但异能者毕竟也是人 就像是关子宁一样 他想要上前线 我们谁也没有权利限制他 苏涛懂了 还是得看他自己能能留得住人 以及这个异能者 本身稳不稳定 到时候先挑挑看吧 回到陶阳 苏涛一觉睡到中午十一点 醒来后发现 窗户又是打开的状态 就是黑芝麻又溜出去撒野了 看了眼定位气 在盘友山内便放了心 转头一看 林芳芝居然没去上盛老师的早课 便问道 今天老师请假了 林芳芝给雪刀的饭盆里 倒上狗粮 抬头说 嗯 他搬家 庄 电话你了 苏涛这才想起来 他前两天抽空扩建了一套 低配的仪式一厅的房子 把租金压缩到了四万五一个几度 然后作为连租房 给盛云兰一家住 今天是八月的第一天 确实是他们断来逃养的日子 庄晚正好打电话过来说道 您终于起来了呀 我都给你打了三个电话的 都是方知接的 说你在睡觉 盛云兰的爸爸想请你吃个便饭 表达一下感谢 我本来想替你推掉的 但盛情难却 您就赏个脸 正好午饭了 一起吃饭吧 苏涛只好答应了 换了衣服去了食堂 刚到门口的石子月 就朝他挥手 桃子姐姐 这 然后回头跟食堂里的盛家人说 人来了 还未落座 一个戴着眼镜的斯文中年男人 就连忙起身 介绍道 苏老板 我是盛云兰的爸爸盛康顺 这位是我的妻子姓劳 扰镜竹 这个就是盛云兰的妹妹 盛云青 盛康顺微微有些局促 但说话还算稳重 举止也周到 能看得出是受过教育的 但却被漠视搓谋的锦小慎微 甚至有些卑微 盛云兰和盛云青两姐妹 长得一模一样 文言两个都站了起来 招呼苏桃 苏桃赶紧让他们都坐下 有些尴尬的问 不好意思 你俩谁是姐姐 这一句话 倒是让现场气氛轻松起来 石子月扑痴笑出声 盛云兰连腾道 苏老板 我是盛云兰 这个是我妹妹 我俩还是有些差别的 我下巴有科制 我妹妹没有 盛云青看起来更开朗一些 灿然一笑说 我头发比姐姐短一些 比她黑一些 苏桃仔细一看 哦 怪我 都是美女 看花眼了 盛家四口都笑起来 局促的气氛彻底烟消云散 石子月跟盛家人很熟 转头跟盛爸盛妈说 叔叔阿姨 我就说 苏老板便宜近人的很吧 桃杨没外面那些积极感 区别对待什么的 只要是租客 大家都是一样的 对吧 桃子姐姐 苏桃拍拍石子月黑手 这孩子天天在外面训练 是爱得跟假小子似的 子月说的对 盛先生 很欢迎你们来桃杨 也很感谢盛云兰老师 教了这么久的课 帮我分担了不少 以后桃杨就是你们的家 有什么需要和困难 都可以跟庄经理或者跟我提 盛康顺动容 非要亲自给苏桃倒一杯茶 以表微薄的感谢 表敬主眼眶发红 双手握住苏桃的手说 苏老板 我们做父母的没能耐 之前我们住的地方太乱了 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 生怕于兰和于卿出事 之前的差点 要不是于卿觉醒了异能 救了于兰一命 今天又靠着于兰的关系 有幸来桃杨住 恐怕我们一家早就阴阳相隔了 苏桃经问 于兰什么说出过事 怎么没跟我说 圣于兰把头埋得滴滴的 小声说 就上周 对不起事情不小 饶敬主还有些心情感战 抖着嗓子说 我们住的那地方 有个老变态 逮着我们夫妻俩 都不在家的机会 破门而入 想对于兰他们图谋不轨 紧要关头于清觉醒的异能 这才得以逃脱 但也得罪了那人 他在当地有点势力 若不是桃杨及时给我们安排住处 他肯定要四季报复 让我们不得安生 老近竹说完 又一把抓住苏桃的手说 苏老板 这么多年 我们一家跟老鼠一样 四处搬家躲藏 如果不是桃杨的收留 我们还是跟扶贫一样漂泊 我们无以为抱他有些激动 盛康顺便接着妻子的话说道 是这样的苏老板 我们听说你需要异能者贴身保护 您看我家于清怎么样 裴副官说他的异能非常实用 叫操控 可以在短时间内 控制他人的行动和思维苏桃瞪大眼睛 连忙拒绝 不不不 盛先生 我没有觉得于清不好 是因为他太好了 不应该聚在我身边 紫月跟我说过 于清很有指挥天赋的 应该留在军区有更好的前途 而且他也不敢要盛于清呢 裴东清点的人才 等毕业后 就是要留在身边自己培养的 他还不至于去挖裴东的墙角 苏桃继续劝说道 况且 于兰已经算是留在桃养了 对此 我真的很感谢了 真的不需要其他的帮助了 就让于清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吧 对吧 于清 盛于清愣了下说 我想跟着你 我已经在学校报备了 今天下午你去选人 就能看到我的名字 苏桃竟无言以对了 没想到裴东还真给批了 裴东真是把他 当亲妹子宠于清 你再好好想想 裴副官很看重你的 莫离顿饭 苏桃也没答应 走的时候 盛于清那眼巴巴的样子 装晚听说后 一点也不意外 盛于兰每次回家 都给他爸妈和妹妹说 桃养的各种好 哗的那是一个天上游 地下无的 在他们一家眼里 跟着你是最好的出路 军区留任都得靠边站 苏桃摆手 不合适不合适 你是不知道 圣于清的本事 十字禁都手肯过的 留在军区是他最好的出路 跟了我 每天就是吃喝拉撒睡 埋没人才 我想着都心疼 装晚说 那你有的规劝了 对了 我刚安排新来的员工 办好录制手续了 改天你来给大家开个会呀 知道你忙 几点时间出来哦 苏桃说 成 桃花楼那边坐不下 就让销售和种子管理员 先去桃里楼二三层 暂时办公 辛苦他们来回跑了 装晚笑道 辛苦啥呀 新来的这一批员 瞧见咱们桃里楼 一个个眼睛都直了 尤其二三楼 还有那么大的会议室 茶水间什么的 一应俱全 苏桃洗上眉梢 等我腾出手来 把桃花楼也改建一下 老苏家 苏建民眉头紧锁 胡子拉叉 低沉着询问二儿子 听说你有同学去了桃阳工作 什么同学 以前干什么的 为什么不带你一起去 苏正清一脸丧 就一座仓库管理的 运气好 去面试一下就面上了 说是适用期一万 虽然不高 但是包餐和各种补贴 折合下来一万五六了 而且转正后 会优先考虑入住桃阳 还能带家属的 还有他们这些新员工 一入职就能尽心办公楼 听说气派得很 桌椅都是新的 还有绳茶水间 加班还免费提供素食泡面 最可气的是 还专门跑来跟他说 明摆着炫耀几对他 说起来也是丢人 当初他到处说 苏正清胸口一堵 爸 我真的努力了 但是人家人大门都不让我进 我能怎么办啊 小妹的通讯始终打不通 我估计他是把咱都挖黑了 你还不明白吗 他不会帮我们了 听到这话的李荣莲 抱着糖豆跑出来 红桌炎说 一找个陶洋人给他传话 就说我要死了 我就不信他这么硬的心肠 起码最后一面都不见 糖豆也四岁了 说话也清晰起来 挥舞着小手说 小姨没良心 没良心 苏正清闻言 没好气的跟苏建明说 爸 你看看吧 糖豆那么小 说出这种话还能是谁教的 小妹就是这么给他们逼走的 李荣莲拔高了嗓音 难道不对吗 他现在认识有钱有势的男人发达了 在陶洋好吃好喝过这神仙日子 就全然忘了娘家 对我们不闻不问 难道这叫有良心 真的快过不下去了 再过两天家里就要断顿了 我命苦啊 嫁的男人没出息 妻子不孝顺 大女儿从军 小女儿没良心 苏正清觉得这个劲目真的魔争了 以前日子好过的时候 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 苏建明有不好的预感 问道 郑青 你这是做什么 苏正清头也不抬的说 我太累了 有这家不如没有 从今天开始我们划清界线 我一个人去投奔小妹 你们好自为之吧 说着谁也拦不住 拎了一个小包再也没回头 身后是李荣莲崩溃绝望的大哭 和苏建明摇晃的身形 下午按照约定 陪东来接苏陶去选人 苏陶上了车 一转头发现后面还坐了个熟人 行书语 真的好久没见了 但倒是经常见他爸妈 老两口在陶阳过得有滋有味 还时不时找美老和顾老爷子 他们聊天下棋 过着美满的晚年生活 苏陶想起 当初他被老首长派来陶阳摸点打探 就觉得好笑 但也有些恍无格式 不知不觉 陶阳已经建立半年了 虽然许久未见 行书语也没觉得身份 跟他吐槽起来 战事太多了 人手不够 我被临时调去前线当文远了 昨天才换班 结果今天一早 又被抓去招待何康那群人 我爷真的没把我当亲生的 想内索 不过陶子 你没看到何康那群人的表情 真是可惜了 看到咱们招待所 跟见到皇宫似的 真没见识 苏陶更关系老首长 跟他们谈的怎么样 所以合作达成了吗 陶冬心情很不错 显然过程很顺利 汉手笑道 成了 何康有粘巴种植和塑料厂 到时候会跟我们合作 清工业这块 东阳这部分企业有救了 苏陶站开笑容 那就好 那一冰箱饮料没白赛 行数语打个哈欠说 饮料立了大功 其实一开始 他们合作意向不高 觉得东阳的产业随时要崩溃 他们不想冒险 但看到那么多饮料 和崭新家具时 我们也没藏在掖着 直接说了是以赞助的 何康觉得 东阳有陶阳 这么强大的一个盟友 还能有什么不可靠的 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他们还想来陶阳看看 我们暂时没答应 回来问下你的意见 苏陶问 他们几个人啊 不多 陪姐你真懂我 处处为我着想 陪东长手推开他的脸 别腻歪 行数语搓搓胳膊 他像完全变了一样的 陶阳问 陶子 我房间在哪呀 太累了 现在只想回去出个早睡觉 苏陶贪手 你找庄晚去问吧 我也忘了 你住哪了 行数语夫妻下车 终究是错付了 苏陶看着手里的人人资料 都是年轻的好苗子 年纪基本都在18岁左右 再往后翻 果然看到了圣玉清的名字 陪东指着圣玉清的资料说 这孩子挺好的 人机灵 前一阵刚觉醒的异能 叫操控 能短时间内能控制 一这两个非精神系异能者 实用性还是蛮高的 苏陶白手 不 我虽然不懂你们战场上的各种策略 但也明白 就圣玉清这个异能 在遇到大型战士时 若是能控制敌方的首领 你们将获得绝对性的胜利 陪东点头 你说的对 并且如果这孩子的异能若能进化 应该不止能控制人类 丧尸也说不定 苏陶惊骇 那你还批准他的申请 他不留在军区 简直暴挺天物 陪东说 就是因为他足够有潜力 我才批准的 你以为我会允许一个 没能力的异能者留在你身边 况且他本人也很想跟着你 苏陶再次坚定地拒绝 语气认真 陪姐 我不怎么踏出自己的管理区 通常情况下都是非常安全的 相比于我 东阳的人民 更需要一个强大且有潜力的异能者 陈王齿涵 只有东阳屹立不到 两女一男 年龄都不超过20岁 并且异能都是辅助防守相的 这三个人对留在陶阳的意向如何 苏陶问 陪东挨着看过 说道 给你的名单都是愿意留在陶阳的 你选的这两个女孩子 异象挺高的 毕竟是女生 又是辅助型的异能 本来就不是很想上战场 能留在陶阳是他们最好的出路 至于这个男孩子 他也有异想 但是有条件 什么条件 陪东徐徐说道 他亲妹妹在几年前遭人绑架 之后再也杳无音信 他留在陶阳的条件是 需要你帮他寻亲 苏陶一下就有了决定 但还想在多方面了解下三个人 于是问道 人品呢 陪东把三人的老师喊来 让苏陶仔细询问了解 问完又喊了本人来 两个女孩 一高一矮 个子高明叫贝娇 白皮肤大眼睛 是个小美女 性格也活泼 见到苏陶先生愣了一下 立马张开笑容 苏老板好年轻 看起来比我还小 太好了 我还担心陶阳的老板是个老女人 谈不来的话就太难受了 为什么想留在陶阳呢 贝娇生怕有人抢话 快嘴说道 现在谁不想去陶阳呀 吃的好住的好 还不用上战场 我爸妈说能留在陶阳 一辈子安稳 对于这一点 童琪也赞同 点了点头没说话 苏陶话锋一转 问道 那如果陶阳不再安稳 或者被攻破了呢 贝娇扑哧一笑 怎么可能 苏陶笑容不变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呢 贝娇听出了他笑容下的严肃 僵了下 收敛了笑容没说话 苏陶又看向童琪 童琪眼神躲闪 保持肩默 二人心里都清楚 如果陶阳跟东阳没什么区别 或者比东阳还差劲 那留下有什么好处呢 这时 一直没出生的 唯一一个男生 忽然沉生说 只要帮我找妹妹 不论如何我都会留下 苏陶看向他 二十岁出头的男孩 叫江宇 五官虽然普通 但却有股冷漠和刚毅 身形偏瘦 不出生时 存在感低的诡异 这点可能是因为他的异能 叫影子 顾名思义 他整个人可以融进 有阴影影子的地方 并且能在阴影中随意穿梭 不会被任何人发现 连仪器也无法检测到他的存在 苏陶想起陪东的话 江宇的异能 可以时刻隐没在他的影子里 如影随形地保护他 想到这里 他顿得下问 哪怕为我赴死 江宇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当然 这是我的职责 苏陶笑起来 转头跟陪东说 救他吧 等三人走后 陪东问 你确定了是吗 不再挑挑了 苏陶点头 不挑了 其实两个女孩子 人品倒也没多大问题 趋利避害是人质本性 谁都想不付出任何代价 来换美好的生活 抛开这一点 让苏陶比较顾虑的是 他们不够稳定 心也不够坚定 如果有比陶阳更好的去处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离开 而江宇 坚毅明确 只要帮他寻亲 他什么都可以做 并且明白 任何好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他给他提供优渥的生活 寻亲的希望 相应的 他就要在关键时刻 用自己的命去还 陪东说 他妹妹恐怕不好找 丢了整整六年了 我们也试图去帮他找过 但漠视人口混乱 他给的线索又太少 只记得抓他妹妹的人 手背上有个十字纹身 我们没能找到任何 有价值的信息 久而久之 也就算了 苏陶说 我会想办法的 当天下午 江宇就拎了个破烂的双肩包 跟他走了 被交不服气 还在临走前堵了他们一遭 当场对到苏陶脸上问 我哪里不如他 不过是个石少将 捡回来的孤儿 底细都不清楚你就敢留 我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东洋人 知根知底 我也有一能 不比他的差 凭什么瞧不上我 裴东大声呵斥 被交 规矩呢 被交还是怕他 气势瞬间弱了下来 红着眼睛说 裴副官 我就是想要个说法 苏陶淡淡道 他能替我去死 你能吗 我要的是块盾牌 不是交友 被交的脸瞬间就变了 你问的居然是真的 你算什么 凭什么要我替你去死 裴东难得不胜其怒 压着火气把苏陶送上车 嘱咐下属安全送回陶阳 苏陶上了车 走了一段 回头看去 就见到被交挨了一巴掌 他转回头去 就听江宇说道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保护你 你会尽最大的努力 帮我找妹妹吗 苏陶说 当然 这是我承诺你的 江宇露出一个非常浅淡的笑容 但转瞬即逝 随后他的身形在慢慢消失 最后融进了周边的阴影中 苏陶便听到周深传来他的声音 从今天开始 我是你的影子 你我共存亡 八月的气温 再攀上一个高峰 苏陶坐在没空调的车里 只觉得脑袋热的发闷 开了车窗吹了点凉风才好受血 到了陶阳回到自己房间 苏陶将江宇喊出来 我这里暂时没有多余的房间了 委屈你这几天先住书房了 江宇丝毫不介意 反而觉得这书房 比军队里的多人宿舍好太多了 有大窗户 他想问下二楼隔壁的吴阿姨 方不方便搬去更高的楼层 他想让江宇住在旁边 有什么事情可以及时喊他 至于住在一起 苏陶倒是没考虑过 毕竟江宇也是个成年男子 住一起不方便 当然方知不算 方知在他心里还是个宝宝 只是他前脚刚进吴阿姨的房间 后脚忙完学习工作的林方知就回来了 看到陌生的 与自己年龄相仿的江宇 瞬间紧邻大作谁 江宇性格冷漠 他打定主意 除了苏陶不跟任何人交往的 看到林方知也没做回答 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就引漠进了阴影里 消失不见 林方知大白天眼睁睁的 看了一个大活人消失 猛圈在原地 愣了好半天 开始楼上楼下的找人 阴影里的江宇 睡觉被吵醒的雪刀 舔爪子的白芝麻 一人一狗一猫 就这么看着他慌慌张张的找人 直到苏陶从邻居家回来 看到趴在窗户上 东张西望的林方知 疑惑的问 看什么呢 话音刚落 江宇就出现了 一脸漠然的靠在书房门口 苏陶也没多想 立马拉过方知 给两人介绍了一遍 林方知听明白了 这个人是来保护陶子的 这个人要跟他和陶子一起住 这个人比他陪伴陶子的时间要多 他看向书房 里面居然摆了一张单人床 墙上还挂着那人的物品 他忽然生出一种 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抢了的感觉 他和陶子的生活 属然被一个陌生人插足了 他一时半会儿 有些接受不了 然后又看到 陶子像当初接他回来 教他用各种家电一般 教江宇使用 更是有些惶恐不安起来 他有些颤抖地找来自己的小辈子 紧紧地抱在怀里 觉得好不容易找到的那点 温存在一点点流失 他不敢看江宇 不敢听陶子的声音 像一个见不得光的小偷 把自己缩了起来 甚至干脆躲进了空间里 苏陶这边交代完 想带两人去吃饭 一转头 发现方知不见了 他尝试着喊了半天 也没见他出现 以为他有事又出去了 毕竟以前哪怕他在空间里 听到他喊他 也会很快出现的 苏陶只好作罢 给方知通讯器上流了盐 就带着江宇去吃饭了 江宇虽然早就听说了 陶阳的富足与安稳 但看到坐在楼下 聊天下棋的老年人 玩水稀闹的孩子时 还是有些震惊 一路上看到苏陶的人 都向他打招呼 连同出现在他身边的江宇 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这种氛围 是江宇从未感受到的 晚饭吃的 他也有些发乱 雪白的米饭无限量吃 蔬菜新鲜爽脆 还有各种零食饮料 他的妹妹 从未吃过这些东西 他被抓走的前一天晚上 还跟他撒娇 说想闻一闻粮食是什么味道 他不吃就闻闻 他答应第二天翻墙 去一个军阀家里 给他偷一把米出来 那把米他顺利偷到了 可妹妹却被人夺走了 江宇闭了闭眼睛 将哽咽吞进肚子 由于他演示的太好了 苏陶压根没看出来 他有什么情绪变化 嘱咐他原路回去休息 自己则去跟庄晚等人 开了个周会 上个月的续租租金下来了 钱人用孝的见牙不见眼 苏陶接过他的财报 好家伙 上个月续租租金 整整105万 加上余额 总资产达到了216万 庄晚会报道 陶阳现在有210位租客 加上盘有山的 快接近300大关了 老板 你最近有没有觉得 食堂不够用了 若是碰上吃饭高峰期 很多租客都排队错峰吃饭 您看办公楼都扩建了 食堂是不是也可以安排下 苏陶 谢谢鞭策 我努力 钱人孝出声 那我也不客气了 老板 能不能给安排一个销售大厅 到时候收获的农作物 直接运到销售大厅 租客也方便集中购买 苏陶 我发誓 已经安排了 再催自杀 马大炮立马把催过件 盘有山旅馆的花 咽进肚子里 欺人兰照常会报两地的安保问题 除了在原地扎帐篷换腹的梦迁 被人骚扰外 依旧无任何异常 苏陶表示了解了 又问起庄婉钊行政 和美老学生的事情 庄婉探口气说 来应聘的人蛮多的 但挑不到合适的 我再努努力 争取这个月敲定候选人 会议结束 苏陶又努力搬了一个小时的砖 想争取名后天 就把桃里楼封顶 晚上11点 他从楼上下来 一身疲惫地准备回家 只是刚出大楼 就看到一席军装 许久不见的狮子进 月明星西 叶峰吹起他军装的一脚 月色下他同样有些疲惫 甚至下巴还有些胡茶 但几倍依旧挺拔 苏陶忽然觉得 这个人离自己很近 又很远 他问 回来了 怎么不回去休息 石子静露出笑容 但这个笑容似乎有些牵强 苏陶心中咯噔一下 熟悉的预感 让他觉得可能出了大事 石子静是那种 天塌下来不溃然不动的人 再苦再累再困难 都不会露出这种脆弱的神情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了吗 但男人只是摇头 朝他伸出手 没什么事 我有点累 可以抱一下你吗 就一会儿 这话让苏陶的心都体会起来 他压着巨大的疑惑和心计 迈不过去 在他面前站定 正要伸手 却被石子静抢先一步 将他搂紧怀里 下巴垫在他的绣发上 苏陶明显地感觉到了 他的疲惫和细微的长叹声 两人就这么静默地相拥 被朦胧的月色笼罩 阴影中的江雨 也拾去地远离 消失在黑暗中 不知过了多久 石子静缓缓开口 我给你挑了个人 能力不比关子凝差 等我走后会让他24小时保护你 近两个月 切记 能不出陶阳就别出 如果可以 建议把陶阳二次加固 特别注意 天上苏陶整个人抖了抖 变光火时之间 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脸色发白地问 你别告诉我是古一逃脱了 能让石子静紧灵大作 并且还会飞的 除了古一那个怪物 还能是什么 石子静没说话 只是抱着他点了下头 一切不言而喻 怎么可能 他不是顺利送去长津了吗 长津都看不住他吗 他想挣脱开他的怀抱 但奈何男人把他抱得很紧 长津对他的研究失败了 不仅没什么成果 还因为粗生长药物过量 导致他的加速成长 最后不可控了 以至让他杀光了研究所的人逃了 苏陶听了感觉 自己的骨骼都在颤抖 加速成长不可控 在没送去长津之前 他的实力就已经非常害人听闻了 现如今恐惧过后 随之而来的就是愤怒 白瞎了你们破坑军费心费力 还牺牲了那么多战士 把古翼送给长津 这群疯子 罪人 谁放走的 谁去抓 石子静说 他们已经展开行动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 正在古翼身上的定位器显示 他静止朝着南方来了 这对东阳和陶阳很不利 苏陶只觉得 脑中有什么模糊的画面闪过 太快太虚无缥缈了 只让他勉强辨认出 闪过的画面 似乎是东阳三号门城墙的正上方 背对硕大的血红色的翅膀拥罩 不见天日 犹如炼狱 他腿一软 脚下失利 就是跌坐到地上 被石子静一把托住 淘淘 苏陶心跳快的 要动出嗓子眼了 他刚刚看到的是什么 那双翅膀是古翼 怎么大了那么多 仿佛能将整个东阳城覆盖 有种黑云压城的震撼感 石子静见他脸色发白 又唤了他一声 见他还是没反应 就准备抱着他冲去找剪开雨 苏陶拉着他的衣领 我没事 就是忽然有些头晕眼花 可能是最近太忙了 为出幻觉了 放我下来吧 石子静猝起眉 苏陶从他怀里正脱开 我想先回去休息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石子静沉默了一瞬 呼道 我明天就要离开 苏陶一个机灵 下意识地问 出去干什么 石子静神情说不出的坚毅与决绝 虽然现在不确定 古翼会具体往哪个基地去 但是我们得提前做好准备 破荒军不仅是东阳的心脏 也是东阳最外层的台甲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我们会尽力拖住古翼 给所有人争取撤退时间 你们要去最外围防守 对 这是我们的使命 你能不去吗 对不起 不能 苏陶听着他坚毅决绝的语气 忽然有些生气 他实在忍不住了 石子静 我想问你一句 每次出任务 每次面对危险时 你有想过我吗 还是说 我根本不在你的人生规划里 你生是东阳的人 死是东阳的鬼 跟我苏陶没有半点关系是吗 回答他的是 长久的沉默 苏陶抬头看着寂寥朦胧的月光 而你情长 不及你保家卫国的决心 你没错 你走吧 石子静腿如灌个签 迈不动一步 苏陶 我这样的人不值得 说令哪天我就伸手一触了 而你可以活得幸福且安定 你可以找一个愿意跟你安度一生的人 这个人不会让你担心忧虑 不会面临危险与绝望 而我不行 东阳五万条人 令我放不下 老手掌守护二十年的土地 我放不下 我注定要烫着鲜血 与尸体奋战 永不停歇 苏陶吸热下鼻子说道 我真挺喜欢你的 石子静被这突如其来 且大胆的表白震住了 但反应了两秒 又觉得是他能做出来的事 我其实年纪也不大 十八岁 谁不喜欢英雄呢 我也不能免俗 石子静软的声音 可能你还小 分不清崇拜和喜欢 苏陶反驳道 当然分得清 我只是没想到 英雄也是无情的 不过也有可能是你不喜欢我 说到这里 其实他已经释然了 他不喜欢不清不楚的关系 挑明了 倒让他喘了一口气 就当一次失败的经历吧 谁年轻时还没几个暧昧对象 石子静忽然被他讲的没话说了 要说喜欢肯定是喜欢的 见惯了末世的绝望 苏陶就像是黑暗里 生出了一朵鲜艳的花 满身的朝气和希望 对身处杀戮的他来说 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但漂亮的花都是像羊而生的 他需要的是交羊一样的人 而不是满身血污的他 千言万语 终究只化作一句 回去吧 好好休息 苏陶有眼睛说 好 对了 不用给我人了 我自己已经选好了 说着就朝黑暗中换了声 江宇 江宇从阴影中走出来 身形逐渐清晰 江宇自然是认得石子静的 自我介绍到石少将 我是去年毕业的江宇 有幸上过一趟您的沙盘演戏课 石子静这才想起来 拍拍他的肩膀 表示了肯定 上楼前 苏陶回头看向石子静 再一次问道 真的要去吗 石子静轻声说 对不起 苏陶长叹一口气 我一向相信自己的预感 我觉得武艺就是朝着东洋来的 甚至可能是冲着陶洋来的 那么势必要经过你们防守的那条线 不用我多说 你们肯定是第一批牺牲的战士 石子静微微一正 忍不住用探查之眼打量他 却没看出觉醒的痕迹 于是点头道 我会小心的 苏陶快速地跑上楼 但又停下 掉头跑了回来 朝他喊道 我还是更喜欢活着的英雄 请你好好保护自己 一夜无眠 苏陶是被盛宇兰老师的电话吵醒的 苏老板 林方芝今天是请假了吗 怎么这都快十一点了 也不见他来上课 苏陶瞬间清醒 爬起来在客厅喊林方芝的名字 江雨悠悠地出现 冷淡地说道 他从昨天下午开始 就不在这房子里 苏陶大惊 赶忙给秦兰打个电话 让他查一下林方芝的行踪 最后发现 他根本没出过家门 苏陶皱起没来 挂电话朝空气喊 方芝 我知道你在空间里 听得到我说话 快出来了 别让我着急 没动静 苏陶楼上楼下又看了一圈 他想当小辈子不见了 一下就猜到 这敏感的孩子 可能受到什么刺激 因为除了一开始 没什么安全感 才天天抱着自己的拓辈子来 后来逐渐的不再依赖辈子 给他的安全感了 有时候甚至还会被他落在地上 不当回事 方芝 你先出来好不好 有什么事情 我们好好说说 你这样让我很担心 我都没心思去上班了 这样 你出来我允许你之后 三天不上课 我总得把你带到哪 好不好 就这样哄了十来分钟 林方芝抱了他的被子出来了 苏陶松了口气 跑过去摸摸他的脸和背 这是怎么了 谁惹你不高兴了吗 还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林方芝看到他眼中的关切 和轻柔的话语 一下觉得缓了过来 没那么难受了 他忽然觉得 苏陶就像是他身体里的一根肋骨 撑起了他整个人生 不可或缺 无比重要 他努力组织语言 问出了自己最想知道的 我 重要吗 当然啊 在苏陶眼里 方芝是他的家人 当然重要了 林方芝活过来一大半了 又问那姜呢 姜 姜鱼 被点名的姜鱼 立马引没进阴影里 把自己的存在感降到最低 嗯嗯 小鹿眼期待地看着苏陶 苏陶瞬间明白了 福娥 方芝 姜鱼哥哥是我们的好伙伴 也很重要 他刚到陌生的环境 就跟你当初刚来一样 需要有人照顾他 让他快速熟悉这一切 你是个善良的好孩子 会理解的对吗 林方芝纠结了 他觉得桃子说的对 但还是变用起不安 苏陶摸摸他的头 姜鱼哥哥现在只是暂住 过几天他会搬到我们隔壁去 所以这段时间 你也要尽快地帮助他 了解荣物这里 好不好 林方芝一听不住在一起 最后一点阴霾便烟消云散了 使劲点头 好 今天不上课 跟着你 苏陶松口气 也就随他了 但还是带着林方芝 专程去找一趟圣余兰 让他给老师道歉 并且请好后面两天的假 林方芝也觉得自己错了 乖巧地道了歉 圣余兰连忙摆手 不用不用 我就是担心他是不是有事 苏陶说 规矩还是要有的 没请假 让老师家长担心 就是他错了 林方芝低头 脚尖画圈 这时 圣余青忽然奔了过来 直接冲到了苏陶面前 有些倔强地问 苏老板为什么还是没选我 我也不怕死不怕苦 当事人将雨又立马消失了 苏陶叹口气 把他摁到椅子上坐好 问道 你觉得现在你一家人过得好吗 圣余青愣了下 点头 过得相当好了 虽然只有一室一厅的房子 但风吹不到雨淋不着的 安全又意识无忧 最重要的是 没有鱼龙混杂的坏人 苏陶又问 你觉得是谁给你们的好生活 圣余青被问猛了 是您啊 苏陶反驳道 你错了 是东阳 是那些在前线的拖荒军和城荒军们 你有想过 如果东阳被攻破了 陶阳是什么下场吗 陶阳的租客们会集体失业 会与在东阳的亲朋好友阴阳相隔 陶阳也会因此断了资金链 无法维系正常的运转 沦陷也是迟早的事情 仔细想想还是蛮可怕的 陶阳租客失业 无法支付租金 也无法在陶阳产生消费 没了收入 他就无法建设 无法给员工发工资 到时候就算丧失工不进来 陶阳也会一点点吃老本被好干 圣余青呆住 他还真的没想过这个问题 苏陶柔和了语气 于青 不仅是东阳需要你 陶阳也需要你 有你一个 就多一份不被攻破的保障 圣余青蹄虎灌顶 他其实留在陶阳 也并不是为了享福什么的 而是一直把陶阳 当作一家人的救赎 他以为保护好苏陶 就能保护好一家人 好不容易得来的幸福 原来他想的还是太简单了 我知道了 谢谢你苏老板 话音刚落 就疯疯活活的跑开了 圣余兰见妹妹这么毛躁 跟苏陶致歉道 他从小就这个性格 不稳重 还认死理 苏陶笑 他以后会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任何一个选择保家卫国的人 都是优秀的 石子静当天还没能走成 老手掌想了一夜 觉得必须要对拖荒军进行扩充 以备不时之需 所以就让石子静等人 多留两天来选拔人才 邢洪文拄着手杖 咳了好几声 邢书宇和石子静等人 都有些忧心 老手掌的身体 真的是越来越差了 邢洪文呆呆手 不碍事 就是昨晚收到消息没睡好 长径这次真是害人不浅 嗨嗨 你们去挑人吧 大部分都是东洋人 小部分是近期收容的幸存者 倒也有一些不错的异能者 曾经骄跟着一起翻看名单 待看到一张美女照片时 还嬉皮笑脸的拿给石子静看 老大 看美女 还是异能者 还是老战来的 资料姓名那一列 赫然写着 连杀老战两个字 煞实吸引了石子静的注意 老战来的 为什么来东洋 叫什么名字 曾经骄翻到人人来源 备注那一弯说道 叫连杀 自说说是来东洋讨生活 在老战过不下去了之类的 他跟谭勇认识吗 曾经骄摇头 看资料上 写的应该不认识 只说自己是从北方来的 路过老战而已 为什么这么问 石子静照着他后脑勺 拍了一巴掌 你都能注意到他样貌出众 谭勇的性格会注意不到 这女人八成是在撒谎 可能不仅认识谭勇 还是谭勇的女人之一 女爸 他从曾经骄手里拿过资料 仔细看了一遍吩咐到 把这个人的名字 先从名单上划去 然后找人去老战 问问他的来历 曾经骄决挠了挠头说 咱们跟谭勇打过几次交道 路过老战的次数也不少 也没听过他身边 有个叫连杀的女人啊 倒是总听到有个兴趣的 石子静把资料扔给他 去查了就知道了 这个结果眼上 任何可疑都要警惕 桃李楼总算是竣工了 整整四层 总占地600平 能容纳至少80人同时办公 当天楼下围了一圈租客 欢声笑语和闪光灯不停 刚红玉和他的好朋友冯安 也算是正式成为桃杨的外聘人员 二人本以为不会有自己的工位 羡慕地看着桃杨的员工们庆祝 办公环境真是太好了 别说东阳了 长经可能都没这条件 苏桃瞧见他们二人 招呼道 你俩待会去问 装晚要桃李楼的门禁 然后上楼看看 挑个你们喜欢的位置做吧 我就不强制给你们安排了 刚红玉愣了下 我们也有工位吗 苏桃说 当然啊 工位充足 不缺你俩的 快去吧 刚红玉和冯安对视一眼 同时笑起来 谢谢老板 被重视的感觉真好啊 与此同时 范长辉举着相机 从一楼大门一直拍到四楼 他以采访的形式 询问员工们的感受 这是我们桃杨年纪最小的员工 钱荣荣老师 让我们来问问他入住新家的感受 钱荣荣在镜头里十分黏腆 慌忙摆手 别喊我老师 感受很好 很宽敞 大落地窗光线也非常好 我这个位置 转头就能看到窗外的景色 中午太热了 还能把遮光帘拉下来 装晚把头探过来 笑嘻嘻地说 你是为了午睡 才把遮光帘拉下来的 说外还给范长辉示意 最正在他桌子下面 有张折叠床 帘子一拉 空调一开 融融午睡美滋滋 钱荣有脸爆红 边说边看不染出的苏桃的脸色 我都是午休时间才睡 平时都是放下面部拿出来的 没有摸鱼呀 说完就去替妆碗 两人闹成一片 范长辉跟了一起 嘻嘻哈哈地 把这一幕幕开了下来 苏桃不由地牵起嘴角 但很快又搭来了下去 陶阳越是这么美好 他越是担心 这一切被摧毁崩坏 古一逃脱的事情 就像是一把刀悬在他头顶上 时刻都有可能掉下来 实力强大 又会非苏桃抬头望着 陶阳上方的天空 高墙电网能挡住路上的 却挡不住来自天空的威胁 不然当初那颗自制炸弹 也不会那么轻易地扔进来 要是有什么防御 能360度保护陶阳就好了 可惜目前系统 还没有这样的防御设施 这时 脑中忽然响起系统提示音 防御建材商店升级后 可购买相关物品 升级需要触发隐藏任务并完成 苏桃睁大眼睛 这个提示那他甚至可以理解为 还有隐藏任务他没触发 触发并完成后 就能购买获得全方位防御的建材 如果真是这样 那简直是天大的希望了 哪怕是古一真冲着陶阳而来 他也不怕 只是这个隐藏任务是什么呀 难道又是像当初爬九山一般 需要他跋身涉水 苏桃叹口气 根据上一次的经验 触发隐藏任务真的只能凭运气 没有规律可言 先放一放吧 当晚 苏桃接到了裴东的电话 何康的人想与你三天后见面 方便吗 行 下午一点后吧 好 那我大致跟你说一下他们的情况 何康基地长叫纪伯达 四十多岁 末世前是在警校任职 正义感挺足的一个人 跟他一起来的 有他的儿子继财哲和他的未婚妻 剩下几人都是助手和保镖 继财哲看着比较不着调 也可以少接触 他柳山那边的秦师傅 最近做的蔬菜饼干特别好吃 还好储存 我给你们打包点哈 裴东心里一片柔软 也不跟他客气 行 少送点 给姑娘们当个灵嘴尝尝鲜就行了 挂了电话 门铃又响了 门一开 是康阿姨拎了一个大塑料袋 朝他抱歉地说道 苏老板 这么晚打扰实在不好意思 不帮你打扫卫生 我心里实在不过去 这不 想起您家里养了狗 我就去养殖场蹲了几天 个人要了一只牛腿骨 寻思着狗应该喜欢 女爸 还不等苏桃给反应 康阿姨一把将包着塑料袋的大棒骨 塞到他怀里 一溜烟地跑了 苏桃抱着比自己小手臂还大的骨头 有些不知所措 只好带回房间 原本趴在地上睡觉的雪刀 动了动鼻子 眼睛一下睁开了 站起来就哈翅哈翅地朝苏桃跑来 看着他怀里的大棒骨垂涎欲低 就连白芝麻都被吸引过来了 跑到他脚下翻滚打叫 苏桃扶鹅把塑料袋拆开 简单洗了一下大棒骨 就丢给了雪刀 雪刀跳起来 精准地咬住 摇晃着尾巴趴到一边啃去了 苏桃摸着他的狗头絮道 是康阿姨送给你的 就是刚刚来的那位 下次见到他你要有礼貌知道吗 傻狗也不知道听没听懂 埋头苦啃 白芝麻也想尝一口 被雪刀一舌头填倒 苏桃凌晨起夜 听到厨房巴基宽当的声音 上楼眉眼一看 发现自家狗子还在啃 劝说无效 只好自己又回去睡了 早上起来就看到这傻狗 居然啃了一夜 已经累得睡过去了 喊他出去溜得不动 江雨顶着个黑眼圈 从印尼显形 念入着吐出三个字 太吵了 睡在空间里 若无所觉的林芳之一脸猛 什么吵 苏桃这才想起来 江雨睡得书房 离厨房最近 连忙道不好意思 今晚上我给他没收了 让他白天啃 江雨没事 暂时还能忍受 雨霸 睡着的雪刀 就打起了整天响的呼噜 苏桃睡得还在好 早上起来就挺有精神的 他没着急着去办公室 而是继续搬转活动 按照建设计划 今天上午 他要把宝洁休息室建出来 不然宝洁阿姨们 都没地方休息 和放置清洁杂物 宝洁休息室就在桃李楼旁边 出了门左转十多米就到了 整个休息室占地40平左右 分成了前后两部分 进门是一个值班室 右手边放了桌椅板凳 桌前开了推拉窗 租客若是找宝洁 可以直接敲窗 左手边是一排矮柜 矮柜上可以放一些常用的麻布 清洁剂等用品 上方还有吊柜 能储藏更多物品 推开值班室里面那扇门 就是阿姨们的休息间了 有可以躺下的沙发 也有餐桌椅 旁边还有饮水机 沙发对面 还有一整面墙的储物柜 可以放阿姨们自己的私人用品 建好后 苏桃下楼去实地看了下 补充了点细节才想满意 然后给清兰打去电话 让他喊保洁阿姨们 到桃李楼旁边开小会 康阿姨第一个道的 该看到忽然出现的小房子上 挂着保洁式的字样 呆着说出话来 他有些不敢置信地问 苏老板 这是给我们准备的吗 苏桃开玩笑道 怎么不满意吗 康阿姨急声说 不不不 我只是没想到 我们一个打扫卫生的 还能有休息落脚的地方 实在不敢想 半个月前他愿住的地方都没有 现在不仅有住处了 还有这么好的工作环境 他何都何能啊 苏桃说 应该的 也是为了方便你们工作 桃杨良好的居住环境 离不开一份 对了 谢谢您送被雪刀的大棒骨 他可喜欢了 抱着不撒手 哈哈 阿姨还有些不好意思 喜欢就好喜欢就好 另外六位阿姨 也陆陆续续道了 上个月 苏桃又多招了三位阿姨 不然就原本的三四位阿姨 面对扩大的桃杨 根本忙不过来 带着大家熟悉了一下内部设施 讲解了一些注意事项 苏桃就让他们继续工作去了 有几个阿姨 一步三回头地看休息室 还有些不舍地走 雷行忽然找了过来 到他办公室也不客气 自行去翻冰箱 找了半天扭头问他 你这没牛奶吗 苏桃说 没有 只有汽水 雷行只好妥协拿了瓶汽水 拧开咕咚咚咚的灌进肚子里 那喉咙跟下水道似的 汽水几秒就见底了 喝完他甩了甩金色的短发 看向苏桃 可惜地说 苏老板 我们可能要跟你道别了 苏桃一正 想起来暴徒确实来桃杨整整一个月了 也是问道 有新任务吗 雷行把空饮料瓶 隔空准准地抛进远处的垃圾桶里 摇头说 我们在外面有一块小地盘 离开太久 容易被侵占 得回去看一下 苏桃一路走好 你很没有良心哎 我还特意把火蛇留下来 不仅能帮你开了迷雾 还能关键时刻 帮你把老战的那群孙子烧成渣渣 苏桃软了嗓音 开玩笑的 你们路上注意安全 最近都太平 千万小心 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我 他不敢把古一逃跑的消息说出去 一是官方没公布 二是实在太害人听闻了 容易引起动荡和恐慌 雷行露出两颗小虎牙 我就知道你会惦记我的 我一定好好活着 桃杨我还没享受够呢 不过走之前可能有的是 你跟庄经理的头疼一下 陈阳这小家伙想跟我们走 我没劝住 苏桃顿时头大如斗 都是你们勾引他的 雷行不承认 那是我们有人格魅力 没办法的事情 就这样了呀 我们今晚就撤 免得他闹上天 谁知道 暴徒几人根本没来得及走 陈阳就知道了 飙着眼泪冲过来求庄晚 庄晚哪可能让他跟着暴徒走 忍着脸说 不可能的 你才多大点翅膀就硬了 知道外面有多危险吗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还让我活吗 我看你是在桃杨过得太舒服了 不知道外界人间险恶 回去写作业去 陈阳说不动他妈 就来求苏桃 哭得那叫一个T泪横流 桃子姐姐 你跟我妈说说吧 她最听你的话了 求求你了 雷哥他们那么厉害 肯定能保护我的 我不会有事的呜呜呜啊 苏桃眼观鼻鼻关心 当都没听到 庄晚气道 人家凭什么保护你 你当你是谁 这末世只有你自己能保护自己 没自保的本事之前 你休想踏出桃杨半步 陈阳的哭声戛然而止 抽噎着说 我也可以保护自己 我会打枪 雷哥教了我一个月 说我学的挺好庄晚 毫不留情的说 就你那点三角猫功夫 还自保 坡过腿还差不多 陈阳耿着脖子叛逆 你看不起我 我就是会打枪 庄晚还要说什么 苏桃忽然掏出自己的手枪 塞到陈阳手里来 看到80米外 6点钟方向的路灯了没 打中他 勉强算你有点攻击力 我会考虑 他们下次回来时 带你去稍远的地方 枪是之前石子静给他购置 用来练习瞄准射击的 平时和金能枪 一起放在枪套里 以备不时之需 陈阳抬头朝路灯看去 眼里顿时憋了回去 取而代之的是犹豫 60米陶阳的路灯还很高 灯头也小 要打中真的不太容易的 他拿着那把枪 抿着嘴 压力十足 罪魁祸首雷形围观的这么久 终于开口解围道